这头海象妻妾成群 竟然有一百个老婆 海王每天的任务就是繁衍后代 当大家一起锻炼身体时 总会有小个的海象在偷窥 因为小兄弟太小 他们找不到老婆 绿海象不服 所有女的都便宜了那个死肥穷 但他看上了性感的女海象 却被海王嘲笑体型太小 他趁海王睡觉的时候 偷偷勾引他的家里 为了给心上人准备美餐 他潜入深海 他在漆黑的深海里 找到了奇异的食物 趁着海王睡觉 采花贼开始行动 将食物带给了心上人 没想到被海王抓到了奸情 他摇晃着小兄弟赶跑了绿海象 看着心爱之人转身离去 他按下决心 一定要推翻海王的统治 绿海象和海王发起挑战 所有海象都震惊不已 海王轻蔑地嘲笑 他的小兄弟太小了 这瞬间惹怒了绿海象 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 绿海象竟然被压成了肉泥 海王命令海鸥清理他的尸体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偷窥者只能默默离开 后攻加力继续争夺着海王的宠幸 第二年 海王的幼崽诞生了 搭孩子的长相有点不对劲 海王又被戴了绿帽子 嘴 唐 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